旺城商場起爆意外 造成三名工作人員枉身 年僅24歲的徐建勇 一年前才從新加坡回來 如今遺留下兩名孩子 爸爸很無奈 我說我的心徒 沒有心徒是假的 我不以為人家是假的 但是我還是要整住 因為兩個孩子要我看顧我 古靖慈濟志工全程助念 對於無常有更深的感受 生無常真的我們都要很細言 不要去基調太多了 除了關懷往生者家屬 每天兩班人次前往醫院慰問 提供浮會床 毛毯以及熱食 毛毯和浮會床提供了以後 有其他的受害家屬看到了 他也要求我們提供給他 承擔熱食提供的素食店老闆 配合使用環保碗 每餐菜色也多變化 讓他們能夠吃得飽 吃得夠 價錢這個不是問題啦 全力協助要做家屬們 最好的後盾 陪伴走過難關 大愛新聞 珍珍美之工沈澤榮 李秀娥馬來西亞報導 在城市唯一 中市部中央建設